你比較嚴重的病情跟狀況 甚至於你要保外就醫 就是要經過主管蓋章 再受審核 沒有達到保外就醫的話不會 就在監守裡頭 安排醫生給你看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的藥 是監守沒有的情況之下呢 譬如說ABCDE 只有這五行藥 你若要更加先進的藥 工作裡面沒有的藥要怎麼辦 你只有申請處方簽 然後叫家屬寄進來 給主管申請蓋章同意 檢驗檢查之後才能夠寄進來 不然根本拿不進來的 我是我的行為做錯了 我來接受國家的處罰 但是我生病的時候呢 我是有人權的 你們是不是也要給我 相等同的醫療設備跟醫療素材 而不是叫我吃這個藥 那不好 這個人都說Coloscop的設備 你要拿到這裡用 這是我的經歷 我就覺得監守的醫療設備 真的很欠缺 尤其是醫生 那如果是有什麼重度憂鬱 或重度躁鬱的話怎麼辦 重度憂鬱 重度躁鬱 我常常看啦 他吃那個藥真的很不好 為什麼 吃下去就是整天 看來你吃太多 整天這樣茫茫茫茫 整天就拍到肚子上去睡 我如果去工廠出風 你工廠做工作啦 那同學藥吃下去很難 就拍到肚子上去睡 不然就坐 工廠肚子上會兒子坐著 自己拍到那裡睡 有什麼 因為憂鬱躍鬱症嘛 他要吃什麼藥啊 那瓣子開就是 因為就是吃類似的 類似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藥 FM2 有沒有 讓你睡 我的同學 他整天給你睡 等著睡覺的時候 就要受風了 他就說這句話啦 以前跟人家說 睡得不算外 好說他吃藥 我就自己睡一天 第一天的星期 睡兩天 第一兩天的星期 你如果年久以前 經常這樣吃 吃藥吃的遲鈍 很遲鈍 人家說話就稍微慢慢了 噢囉 你聽好嗎 會慢慢去 那個可能影響到 我們來大腦種族 甚至我也不知道 我看大家同學 不吃藥都很正常 藥吃下去就出發茫茫醉嘴了 有的是說 心情壞啦 或是厄宅啦 他也沒有憂鬱症 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也要去看 我憂鬱症 厄宅啦 所以吃藥就是 算了啦 讓他吃好了就睡了 不想怎樣 那阿龍是不吃這個藥 有人要吃這個藥 穩定自己的情緒 藥不吃又不行 那又是關這個藥 那個藥 又不能讓你吵 我們怎麼說 譬如說 我們在下班 受風啊 還是說我們在家裡不出風 我們要吃 餐前藥 還是餐後藥 主管就叫你 就去把 戰士孔 插插插 跟同學說 你杯子拿來 跟門口裡面都這種杯子 塞到 那一塊頭 十七八塊 那這個杯蓋拿出來 一開始 主管叫你 先倒一點點水 然後呢 主管叫你把這個油水的杯蓋 從那個沾刺孔伸出去 然後主管就會把那個藥帶拆開來之後 把這個藥 泡在水裡面 你要吃給主管看 為什麼要放水 他要讓你化掉 這樣你應該不會唱油 吃完之後你的杯蓋 還要給主管看 你有沒有 你有頭腦油嗎 還沒有 主管叫你嘴巴打開 像我們小時候 年輕人有沒有 老是叫你嘴打開 啊 主管就好像 主管就在戰士孔這樣看 怕人唱油 看來看來 你又說啊 給主管看 有的人 會唱什麼吹去後面 唱歌 好睡的油 你是要睡的油 為什麼要常咬 我也不曉得 犯人有時候都喜歡 留那種安寧藥 讓自己好睡 上癮嗎 也不是上癮啦 有時候我說過 因為我為了官司也好 為了家裡的事情 很多狀況我不知道 有些心急判人重 他不曉得怎麼過這個日子 他只有一直吃藥 來麻醉自己 啊這個東西 只有親身體驗的同學 在看同學 是最準的 那你明明就要不要這樣 你就一直這樣吃 吃到這樣吃 沒妹沒 吃到不知道 你哪一天在頭腦 你頭腦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真的就是有這樣子 好 他剛才你說 你下班吃藥是這樣的 你去工場的時候 時間再去 時間到吃飽 現在藥管他就在頭腦 他會發說 吃藥一磅一磅來 然後第一棒 吃藥 再來 你照給買 他會量給買嘛 譬如說 2345 布仔拿出來 同樣意思嘛 他會偷在這裡 但是工場 比較鬆 不是主管你看 是藥管你看 藥管 同樣拿杯子 透開 吃 讓同學看 這樣而已 很倫敘的 一磅二磅三磅 吃到最沒磅 有的時候 比較鬆 有的通常是比較沒有 正常是不可以這樣 有的時候 油包整個直接拿給你 你拿去做什麼 自己吃 這樣正常是不可以這樣 要不然最熱 放在杯子倒水這樣吃 有的蛋糕 有的就沒吃 收起來了 對啊 對 收起來 立棒的時候 腳拿來 立棒主管會 還收生嘛 他們會藏嘛 他說我就覺得 不用齒痛藥 那個不用藏 就直接就跟 就跟打麻煩 跟主管講說 你牙齒痛 我要吃備用藥 這樣就好了嘛 你幹嘛藏 對不對 很煩人 出頭很多 很有趣齁 對啊 還會藏藥 藏藥啦 有需要的時候 他要拿出來吃 沒有需要 出了他 簽名了 你不要用炒飯 你不要敲到 還是我收縫的時候 主管收拾就用敲到 同樣辦違規 同樣靠分 那這個要我可以 除了然後給朋友 當然有啊 也是交換電池 也是有人這樣子搞啊 怎麼會沒有 但是我說過了 親者扣分 罰鈔金書 或者靜坐 出公差 重者主管 可大可小 要跟你辦違規 這種案例 也可以跟你辦違規 跟你辦一三 一個月的違規 做違規房 三天 沒有水用 那個之後 阿龍再講給你們聽 所以在監索很多犯人 就是會留下一些備用藥 給自己需要的時候拿出來吃 或者同學需要的時候給同學吃 但是正常的這個都不行啦 那那個監獄他們會有定時的體檢嗎 監獄有沒有定時的體檢 前幾集的腳和故事有提到說毒品犯 好像會有一段時間就要固定做體檢 不是 一般是你借體出去 再回到原單位的時候 要放掉 要贏 因為你借體出去 你有沒有去吸毒之類的啦 那你說有沒有固定去做健檢 沒有啊 我記得我的印象當中只有進去的那一 進去監獄的那個時候要做檢查 後來也沒有了 你都在監獄幹嘛檢查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那會打疫苗嗎 疫苗 打疫苗 打疫苗的時候我已經沒有在監獄裡頭了 有 還在監獄的那個兄弟朋友他們會寫信啊 有啦他們裡頭也是有打疫苗 一定有的啦 怎麼可能不打疫苗 監獄那麼多人 一個人如果對 整天都對 對啊 多嚴重啊恐怖死了好不好 但是在監獄比較能夠約制管理 因為犯人在怎麼樣 犯人都是要遵守規定就好了 他不像在社會人士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這個病毒他會傳得這麼的廣闊 這絕對很老控制跟約制 感覺會感染人家就抓去搏 當然 哎唷 感到最嚴重的更加理的東西 何況是 你只要有人確診呢 都不會出風 反駁都不會出風 這樣不就沒事了 對不對 不出風就沒事了 全部都關在社房裡頭 直接管自己來 當然喔 多方便啦 對不對 那現在疫情這麼嚴峻的狀況之下 那裡面現在有什麼隔離政策嗎 我都回來那麼久了 裡頭現在的政策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 有去給朋友會客的時候 大概知道說 裡頭他們一定要 要照程序規定去打疫苗 一劑兩劑三劑一定要去打 只要有確診的還是要隔離 所以我剛剛已經有說過一件事情 在監獄裡頭的管理管制跟約束 是比外面還要更好 是因為 犯人本來就是要 就跟軍隊一樣 一個可能一個動作就是服從 因為一旦不服從 這個是一個小型社會 有人確診之後散開來 那是不得了耶 何況裡頭的醫療設備跟體制 是不完整的 沒錯吧 對 所以要怎麼容許在裡頭突然間 確診然後散開來 然後又沒有特別的去約束跟管制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一定會的 那你至於 你至於矯正署怎麼去 去做其他的政策 那個是我們就不清楚了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至於說會太鬆散 你在工廠你都要做工 要不要做紙袋 一塊就做四百腳 半塊就做兩百腳 你為了要散避 你經常去跟他看醫生 你自己的一塊 什麼人要跟你做 就是你這幫的人 一起學而去做 一刀兩刀 同學也會肚然 你經常去跟他看醫生 你會怎麼想 要看大家來看啦 就要來看啦 那一般保愛就醫有分兩種 另外那種保愛就醫 就有點比較嚴重了就是 他保愛就醫到外面 給醫生看完之後 這個人可能癌症默契 差不多要走了 他就讓你回去了 而且有時候我們跟主管 比較好主管都會跟我們講說 上次那個誰誰誰 他保愛就醫回去之後 真的 所以保愛就醫其實很嚴重 跟正在治療當中 需要更好的醫療設備 他才讓你保愛就醫 有沒有人就醫的時候逃雨 有 我問你一個問題啦 你要知道我哪一天去看醫生 你當作你嫌喔 你當作你還要打電波出去 不可能的事情 千萬人說 自己想法 有的真的是找到機會 公務人員這邊不行 我往醫院這邊去處理就好了 一時的鬆懈造成 給犯人有機會可入 只要有發生一件事情 就重新設一個規矩 如果你們覺得說 為什麼規定通通都這麼多 不要去怪人家主管單位怎麼樣 因為一定是你們做了什麼事 才有新的規定 所以我剛剛說 每一個規定的背後 都是有一個故事存在 我幫他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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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